歡迎收看金靈天下 美國祭出了晶片法案 要台積電到亞利桑那州去設廠 不少的供應商也追隨台積電的腳步 東進美國 也引發了半導體產業去台化 這樣的疑慮 那麼現在台灣的半導體業 其實我們也知道 佔GDP的比重是超過了兩成 更是佔出口三成以上 面對產業空洞化這樣的一個質疑 到底廠商要如何來因應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很高興為您特別邀請到 台灣半導體材料龍頭 重業集團董事長郭志輝 董事長來為我們解析 郭董事長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郭董事長 我們知道這兩天 其實美國晶片法案的一個補助規定 它終於出來了 那麼這當中包括 員工子女的脫衣計劃 限制庫藏股等等 那麼特別關注的是 還必須要跟美國政府 去分享我們的超額利潤 但我們也知道說 到美國去設廠 它的成本一定會比較高 不過這樣一個規則出來之後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成本 有超乎原本的一個想像嗎 我想成本 大概跟台灣是不能夠比 台灣應該是世界成本 最低的地方 到半導體工廠來講 其實人力成本並不算高 高的是它的設備成本才會高 如果到美國去 重點是這樣 就是說美國政府給它補助 所以美國政府大概想要收一點 所以你賺了那麼多錢 我當然 分潤 對 我要分潤一下 這個大概是美國的想法 但是對台積電也好 對其他的廠商 當然這個不只有台積電 享受這個晶片法案 包括Intel 包括Samsung 都享受這個法案 包括其他的半導體業者 都享受這個法案 但是我從台灣的這個角度 包括我們自己去亞利宗納 我也在那邊也要建廠 我們現在碰到一個 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人的問題 是 找不到人 比人的成本高更嚴重 所以現在最嚴重的問題 並不是成本 而是根本人很難找 人很難找 特別是在亞利桑那州 這個我們就從側面打聽 現在已經在亞利桑那 去的這些工程師的眷屬 我看最近媒體上面有在報導 就是說有人在抱怨 什麼什麼 但那是小問題 那是小問題 最重要是工作上面的文化不太一樣 我們在台灣很習慣 像我壞習慣很多 晚上11點還在LINE 同仁什麼事情 好像在美國是不行的 被禁止的 下班以後你是不能夠 下班就是不能夠再談公事了 他也可能就不接你的電話 那半導體這個工廠是 我現在很擔心 就是說他因為他只是一個 製造的工廠 他沒有什麼研發的問題 所以他所有的在那邊的員工都是followSOP 但是半導體這個就是 你看看他那個三奈米 大概有500多個介面 出一點這個小的問題的話 怎麼解決 當然要回來台灣這邊問 那他這個 他上班的時間台灣在休息 時差的問題 時差有個問題 那如何解決這些線上可能的問題 美國的線上主管會不會當場做決定 這是文化的問題 這個非常有意思 我們在看就是說 包括現在到日本 日本的工廠 他需要一點時間 那他說碰到問題 線上主管不會做決定 一定報告 我是課長報告給部長 部長報告給取締 取締報告給常務 得到一個答案 回來大概兩個禮拜 但是你要知道我們 在台灣的半導體 大概兩個小時就解決問題 兩個禮拜跟兩個小時的差別 這個是很大的差別 你看看 我們從過去921大地震以前 台灣的半導體 其實還是很 那個時候還不是那麼先進 那我們台灣只要出一點問題 921以前聽大概 國外的工程師來解決問題 要兩個禮拜 要兩個禮拜 進口什麼 921以後就被發展出 兩天就要解決問題 但是台積電開始 它12吋以後 它沒有辦法接受兩天解決問題 他就要求我們供應商 你要下載 兩個小時解決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大概 所做的這種科技服務 就是跟這個工廠綁在一起 所以我在台南的同仁 在我們自己台南辦公室 50幾個同仁 在台南辦公室只有10幾個人 剩下的40幾個人通通在客戶那裡 這個就是 未來在美國有沒有辦法這樣說 那崇岳現在有想到一個因應的方法嗎 我當然有想到因應的方法 就是因為我們去設個場 不是去擺地攤 所以你這設一個場 你必須要考慮10年20年 10年20年的人力怎麼佈局 這個是我一直在講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找認同台灣文化 他怎麼認同台灣文化 就是說他其實在未來的工作上面 他能夠接受這種形態的工作 所以他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們就請他到台灣來念書 或者是說大三 現在緊急的 我沒有辦法等他念完四年 所以那種很緊急的 我們現在大概我的做法 我們現在直接從大三的學生 譬如說我到日本 到海外 甚至美國 大三的學生我就直接跟他談 談了以後 讓他在一年的時間裡面 先學會中文 華語 一年的時間 中文 你在念大事的時候 你先學會華語 然後來台灣念研究所 來台灣念研究所兩年 這個兩年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公司接觸 了解公司的產品 公司的文化 兩年完了以後 研究所畢業以後再工作兩年 然後再派回去 這個我認為是最好的模式 這個叫做草船借鑑 草船借鑑 就是我們去借外部的精英 因為現在台灣的少子化 少子化的小朋友 現在第一個 沒有國際管理能力 第二個也缺乏國際移動的能力 昨天晚上我才跟台灣的這個 某大學的這個 就是台大 我跟台大管理學院的院長 我跟他聊天 我說台大必須要扛起這個責任 教育一批 服務台灣的企業 在國際化的過程裡面 幫助企業能夠把這些人才養成 郭董事長提到這個國際化 其實現在半導體產業 大家說就是包括以台積電為首 然後我們相關的供應商 現在有不少到美國去設廠 不過這當中其實也引發了 大家會質疑說 是不是有去台化我整個產業 被掏空空洞化這樣的一個疑慮 那麼這個部分的話 郭董事長你會怎麼探查 這個我完全不擔心 不可能去台化 你看看台積電 今天有這麼大的能耐 他有6萬位員工 6萬 現在去亞利蘇納只有1000位 1000位 占比很小 1000個人工 但是我很擔心 就是說他那個廠要亂不起來 他會一直派人去 2000 3000 當然基層的搭配員可能不會 不過因為現在這個 就是派3000人去 對台積電也沒有影響 那最重要的 我們這個廠最重要 台積電最重要的 其實他最重要是他的研發能力 研究發展 他的研究發展 還是在製程上面的 研究發展 因為他製程做得好 他的良率高 那麼他利潤是 來自於他的良率好 不過這個是非常棒的一個做法 那你看看他的材料 他投入在材料的研究很少 所以他現在到日本去 他在日本 他把研究中心移到日本 半導體材料移到日本 跟日本合作 然後設備他又跟人家 就叫人家到台灣來設廠 所以這個是我想 會把台灣說空洞化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反而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就是分散式生產 很好的選擇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在前幾年我們在討論台灣五缺 缺水 缺水 缺電 缺土地 缺人 缺錢 還有人講說缺德 對不對 六缺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通通可以解決 只有一個不能解決就缺人 我們缺少人才 不是人 路上隨便抓一個人來 他就能工作完也不行 所以台灣的教育 應該是要為台灣的企業培養 將來在市場上面 可以服務的人才 所以不一定是台灣的學子 我一直建議台灣的教育 要稍微有一點策略 特別是高等教育 要有策略 那我們必須要引進海外的 比較比我們後進的國家 先進的國家沒關係 讓他們來台灣學習 學習 瞭解台灣企業的文化 那麼讓我們台灣可以走向全球 我們知道去年12月以來 其實各界都在探討說 半導體未來可能復甦的一個走勢 有各種的預測都有 什麼B型 U型還有W型 整個都出來了 其實我們知道這當中 影響的這個關鍵包括美國 他們的利率的政策 還有就是庫存 庫存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現在花旗他們認為說 精明業者的供應過剩 他認為這個問題只有解決一半 那麼言瞎之意是不是 現在半導體可能還會不景氣一段時間 以前在2000年以前 半導體就是跟著奧運的四年一個週期 所以半導體的景氣好壞 就是四年一個週期 但是現在我看 因為整個環境不太一樣 已經突破了四年一個週期 穩定四年一個週期 但是供過於求 供過於求跟供不應求 這個永遠存在這個市場上面的問題 那你說現在這個庫存太多 庫存太多它製造就減少 減少的時候將來 有人不知道這個產品了 它是開發新的需求 但是以台灣來講 你看看現在這個供過於求 就我所瞭解的 台灣只要做這個Foundry 做這個Foundry的公司 它大概沒有什麼影響 影響最大的是說 我是生產CPU的 我是生產DRAM的 生產Flash 我持有這個應用的話 它會調節 所以在這一塊 對Foundry的衝擊其實是最低的 Foundry相對低 相對是比較低 郭敏昭就要特別提到 要Pick up也非常快 不要特別提到的就是重月 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為我們知道去年 整個大環境的雜音是很多 市況是不佳 不過去年重月的這個營收 還可以突破500億大關 是連續第九年 都在創下歷史新高了 那麼對於今年的一個展望 郭董事長你會怎麼看 依照有信心嗎 非常省慎樂觀 省慎樂觀 我為什麼講省慎樂觀 其實這個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確實在既有的市場 既有的產品 既有的市場 看不到成長 即使有成長 下半年的成長 大概也剛好遮蓋上半年的 因為庫存條件 但是我們比較幸運 就是說我們已經到美國了 我們到日本 這個New Demand 我們都拿到訂單了 這就是增加的部分 增加的部分是來自於新的市場 跟新的產品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我們從過去說做單品的服務 但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現在因為到海外去 我現在 因為我也擔任新東向的理事長 我一直在呼籲台灣這個時候 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 台積電它走到國際去 國際裡面有很多半導體的客戶 我們台灣一定要打國家隊 我現在在整合 整合這個供應鏈平台 說到供應鏈平台 我國家隊出去 我除了服務台積電 台積電其實在那個很小的 很小的規模 所以還有服務其他很多的廠商 對 然後沒有一家公司可以賺錢 坦白講 供應鏈沒有人可以賺錢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不服務他 不好意思 那我是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 非常好的契機 讓你本來在台灣 本來在中國 我過去在這個中國 我的市場就滿大的 就是我們過去能夠成功的 事實上靠中國的成長力量也非常大 那我的策略其實很簡單 我的策略就接近客戶 所以你看看在中國 我大概有14個據點 14個在每一個14個都市裡面 都有我們的辦公室 那只要有半導體的廠商在的 他有一定的規模 我就在他旁邊設辦公室 接近客戶 客戶隨時有需求都找得到 因為現在被要求到這樣 以前我剛才不是講說要兩個禮拜 後來變成是兩天 現在是兩個小時 所以你一定要在那個地方服務他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從那個經驗裡面告訴我們 你這個到美國到日本 過去沒有這樣 但是我們因為接受台積電的訓練 所以我們變成可以練就一番功夫 我們現在只要把台灣的這些小的 中小型的公司或者微型的企業 只要台積電它我們都放到同一個平台 我相信我們去服務其他的美國的公司 I公司 T公司 OK 問題不大 同樣的東西 我們過去也有這個經驗 我們以前在中國服務蘇多的客戶 無錫客戶 南京的客戶 通通一樣 所以我的經驗告訴我們 這個市場是可以增加的 只要我們把整合好 對台灣的企業 就是說在國際化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台灣企業太小 台灣企業真小 那小的企業 未來的環境跟過去 台灣傳統行業 說老闆0A 007皮箱 皮箱就可以走天下中小企業 跟那個時候不一樣 半導體是需要非常專業的知識 像我們家的業務同仁 還要跟客戶共同開發產品 產品要一起開發 就是它的技術 它需要我們因為賣材料賣零食店 都要共同開發 解決問題 所以台積電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也因為這樣 讓台灣的這些供應鏈 實力不斷的增長 可以走到這個全球去 但是單獨的自己去 去處理這個 國際化的市場的話成本太高 那日本他們不一樣 日本它是透過大的商社 然後在做服務 那我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在想說那太棒了 乾脆沒有賺錢沒關係 我出來服務 我們出來服務 那我們出來服務 我們透過這個供應鏈 跟通過價值鏈的整合 我想這個裡面會產生 我應該要應得的利益 應得的利益 好 我不再請教郭董事長 因為大家都知道半導體 這個美中之間所引發的 這個晶片戰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其實 您剛剛一直提到的 就是人才的部分 半導體的搶人大戰 其實是打得比晶片戰 是更加的火熱 包括像南韓他們現在也要培養 自己半導體的頂尖人才 他們有所謂這十年的計畫 那包括台積電聯發科 他們開始也因為缺人 我放寬了我的真才條件 我現在也會到市立大學去 然後到一些科大 那麼去搶學生 那你會怎麼看呢 台灣的年輕人都嚮往到 考科技的工作 但為什麼半導體產業 因為一直喊說我們找不到人才 不是找到人就是人才 對不對 所以半導體這個很特殊 它需要專業服務的一個產業 那真正要靠優秀的 很多人不太了解 為什麼台積電影這麼強 很多人在問這個問題 我說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台灣 他給很好的報酬 就人往高處爬 所以自然而然 他就有一個磁吸的效應 往那邊走 第二 他用很高階的人才 去處理其他的公司 用一般人才的工作 比如說你去看台積電 他很多在現場的工程師 都碩士學會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美國 日本 韓國 都是只有大學畢業 大學的訓練跟研究所的訓練 在這個地方就會優劣離盤 我們念研究所的人 像我在研究所教書 我在跟學生講 你來念的知識沒有什麼比較新 你只是學會解決問題的方法 研究所就是 你在研究所就是 你在研究一個 我如何解決這個現象 我看到背後的問題 我如何解決問題 這是研究所的訓練 是 那念博士 就是更不可思議 博士在念什麼 博士是在念一個未知的問題 然後你替他找一個解決方法 這是博士的訓練 郭董桑也是博士 對 所以我在指導學生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們講 我說其實那種科目 你在大學都上過 那你就是要去看 我這個解決問題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這個是研究所的訓練 你剛剛看他用很多研究所的 高級的 高階的學生 知識很好的 他一樣 人家別人大學就可以做 他是研究所去做 但是他一產生問題 產生界面上的摩擦的時候 他們因為受那個訓練 他會馬上反省 這個現象我應該怎麼解決 但是大學畢業沒有辦法 因為大學畢業 你看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所有的學習 你再反省一下說過去你的考試 選擇題 是非題 填充題 沒了 現在連問答題都沒有 連作文都沒有 有時候會有一些聖論題 但很少 那那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從小都被學習 教導標準答案 是 但是出問題 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變成說你頭腦要用 那這一些優秀的孩子 就是建立台積電腦 今天這個輝煌的成就 優秀的人 解決問題比較快速 那一般的人 解決問題需要時間 但是因為半導體這個產業 它有一個 怎麼講 就有一個 有一個怎麼講 柯就在那邊被控制住 因為它有個叫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 對 對不對 兩年 兩年一個generation 你在那邊磨磨 撐撐撐 兩年一下就過了 人家別人一直跑到前面 所以台積電你看看 它從進入到7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 它是一直在走 但是其他的公司 全球的公司 它因為都是用大學畢業 就相對的 有一點力不從心 然後你看台積電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 這就是最厲害的地方 台積電它現在也是 依舊就是國內社會新鮮人 最嚮往要進入的企業 然後變成說很多 我現在放寬的針采條件 因為我缺人 那麼所以很多甚至 我原本不是本科系的 我就去念個研究所 像公公所 然後想要進入台積電去工作 但它這會不會帶來一些比較 比較擔心 10年以後會不會有這麼強 就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疑問 10年以後 會不會這麼強 其實令人擔心的是 還好現在10年以後的半導體 大概也沒有什麼新的玩意兒 也許他現在看到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在推論 就是說你在那個領先 你一旦進入領先群 就跟好像你在騎那個單車一樣 就是在競賽 你一定要跑在領先群 或者跑馬拉松 你一定要跑在領先群 你在衝刺的時候 才有辦法拿到冠軍 那我相信台積電 always 這是獨跑 他一個人在獨跑 然後後面的那個 就差那一段很大的距離 所以都很辛苦 所以當別人跟上的時候 台積電 因為半導體最大的折舊 是他的成本 就設備折舊是他的成本 然後第二個 他的競爭能耐來自於人 同仁的經驗 經驗是什麼 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個是非常珍貴的 民族珍貴的 但是他是teamwalk 是teamwalk 所以這個就是 其他的公司 沒有辦法跟他匹配 對 不過我們說到半導體缺 他其實追根究底 反映的其實也是 少子化的問題 我們就說少子化 已經是非常嚴重到 是國安問題 對於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其實重淵集團自己 也有鼓勵員工生育 算是 真的是幸福企 不敢這麼說 但是我們是為了 要能夠留住好的人才 我想公司做得到 那我們就盡量來 來讓公司的同仁 比較沒有後顧之律 我想比較簡單的 因為我們公司 所有的資產 零到六歲真的是 公司養 對 不能講公司養 公司有一筆津貼 來幫助他養 幫助他養 因為我們大概公司對 從去年開始 我們對同仁 你的孩子只要是零歲到六歲 我每個月給你的津貼 就是五千塊到一萬塊 非常好 五千到一萬 這個是 是我們認為我們做得到的 我們也計算過了 我一個優秀的員工 他生一個孩子 我大概在他身上的成本 是七十二萬 身上一個月一萬 然後七十二個月就七十二萬 然後再加上他出生 我給他兩萬塊 這七十四萬 還有兩萬塊的 出生的時候的紅包 就是生育的祝賀金這樣子 是 所以從業集團的員工 有很努力增產報告 應該會 我覺得就是相對於 他們會覺得說 那他比較沒有後顧之律 所以郭董事長真的是 非常重視員工的福利 不過其實您真的是 眼光也看很遠 因為已經考量到人才 你剛剛也提到的 這個分散式生產 這樣也需要更多的 在國際方面的人才 包括從業其實 在海外的一些佈局 其實我們看到 包括除了我們知道的 美國Arizona那邊之外 在德國 印度 日本的熊本 甚至在東南亞 馬來西亞 冰城這邊 還有在新加坡這個部分 所以你覺得在人才這個部分的話 未來還有什麼樣的想法 跟規劃 我最近在跟我的同仁在聊天 我說我的預測 未來半導體的大的重症 可能在印度 印度 印度 因為第一個人口 有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 對 對不對 當然他也夠聰明 是 他也夠聰明 然後國家也想發展 因為他人口太多了 所以他那個電動車 他的那個電動車 將來那個車一定是國產 所以他一定會發展這個半導體 印度的總理也有這個決心 所以我們現在光是知道 印度以前他就有很小的工廠 但是現在在看就是大型的工廠 有好幾家公司現在都在談 我相信未來他應該是最有機會的 然後我問公司統整 有沒有人願意到印度的 沒有一個人願意去 所以這很有趣 我在講說以前我們的公司 我們對海外的這個經營 基本上都講華語 然後吃飯拿筷子的 因為到對岸沒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 新加坡 南來西亞 華人的世界 越南 日本 但是現在我們到美國 到德國 是拿刀叉吃麵包的 就講外語 比如說這個還很難有人願意去 已經有一部分人不太願意去 你到那邊是用手抓飯吃咖哩的 這個更難 更難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我必須要草船借鑒 我讓這一些優秀的印度的學生 來台灣唸大學 或者來台灣唸研究所 了解我們的產品 在這個學習的過程 我給他全額獎學金 然後讓他來台灣 然後我只是提早錄用他而已 他OK了 我就讓他留在公司工作 然後再派回去 服務在那邊工作的 這個印度的工程師這樣 所以這個是在台灣 我認為 就是因為少子化 那你能夠相對比例的人才是有限 是 那你看到國外他那邊太多了 那個印度理工學院 那個聰明的孩子那個是 非常聰明的 那一些如果加入到我們的領域 你看看現在台灣 有很多的設計公司 其實在印度他員工很大 您剛才在講的說那個聯發科 我有講 他在那邊三千個員工 三千個員工 對啊 設計房子三千 那將來搞不好三萬 是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說那個國家的產業政策 那麼對這個他的GDP是 但是有相對的貢獻 你看看我以前在中國服務的時候 那我就跟幾個地方的大人 他講說 半導體因為投資金額高 所以相對那個都市的GDP就高 我說原來這個 這個還牽扯到政治升官的模式 這個是最好的模式 你吸引的又是精英的人 然後他其實對這個都市的 發展有絕對的貢獻 你看看我們現在竹北 看看我們新竹 30年前你怎麼 竹北新竹是什麼地方 對不對 現在竹北是幾個里 是台灣排名前三名的地方 也就是說優秀的工程師 他的努力得到了報酬 他就在那個地方發展 我相信這個印度 肯定是未來這個半導體產業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聚落 所以在美中貿易戰之後 其實大家也都在尋找中國嘉義 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這個世界工材 可以來做取代 不過我們說到 隨著美中地緣政治的一個演變 現在全球的供應鏈 已經變成是一個世界兩套系統了 那麼到底台灣 又應該要怎麼樣來因應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